青海八百公斤牛魔王下山 强大母牛还攻击牧民 他为何这么厉害 前段时间 在青海的三江园牧区 牧民正在放牧自家的牧牛 突然有一头体格高大强壮的陌生牛魔王从山上冲下来 混进了家养的牧牛群里 单凭目测这头牛魔王就比家养的牧牛高大许多 至少也有八百公斤 那是高原上活跃的野牧牛 这头野生牛魔王跟牧民一对眼 就立刻冲着牧民撞过来 情况非常危险 还好经验丰富的牧民熟悉环境行动灵活 快速闪身藏在旁边一出一米多高的牛粪堆后面 才躲过一劫 这事情一出来 很多人都觉得是不是牧民做了什么引起误会的事情 才让那头巨大的野牧牛横冲直撞 到处攻击 否则野牧牛在野 也不过是个吃草的素食动物 怎么会突然下山发疯呢 实际上这是还真不惯牧民 高原上的野牧牛突然下山 并不是为了攻击牧民 而是为了找家养母牧牛求偶 每年的9到11月 是牧牛的繁殖季节 处在发情期的公牧牛本身性情就非常暴躁 攻击性也特别强 野生的雄性牧牛为了争夺配偶 会进行激烈的互殴和决斗 胜者可以拥有好几头甚至十几头瓷鲜 而失败的雄性会被驱逐出去 这些失败者离开牛群后 旺盛的精力无处发泄 就会下山找牧民们饲养的家牧牛 这些精力旺盛 性情暴躁的失败公牛非常霸道 下山后不但会强占整个牛群里的母牧牛 偶尔还会攻击牧民 甚至杀死牛群里的公牧牛 要知道雄性野牧牛 即便是野生族群里的失败者 依旧要比经历人类长期饲养选育的家牧牛 要强壮得多 野性和战斗力也不是一个量级 那么野牧牛的攻击力究竟有多强 为什么可以攻击牧民 强霸所有母牧牛甚至还能杀死公牧牛呢 首先 就是庞大而健壮的身体 成年的野牧牛基本在六七百公斤 大的有上千公斤 跟被人类长期选育 且跟黄牛杂交过的家牧牛比起来 野牧牛就像人类里的巨石强森 并且野牧牛的牛角也不像家牧牛那样比直向上生长 而是野牧牛的角是轻微向前弯曲的 这种弧度不但看起来更加优弥 冲撞攻击的时候 也能更加方便地刺穿对手 其次 是暴躁易怒的性格 牛科动物发起横来 本身就既暴躁又有攻击性 野生的牧牛自然更加凶狠蛮横 尤其是处在发行期的雄性野牧牛 即便你不惹它 它也会为了发泄精力而到处冲撞 那些在争夺配偶的过程中被痛揍了一顿的失败者 下山后更是会到处攻击 再一个 野牧牛的奔跑速度快 冲撞力度很大 观察表明 它们跑起来速度可达40公里每小时 搭配上它那动辄六七百公斤的体型 一个冲撞能把行驶中的吉普车给掀翻 因此它也被认为是国内最凶狠的野牛 只有合作默契的狼群才能对它们造成威胁 单独的狼都只有逃跑得分 因此 普通的家养工牧牛自然不是它们的对手 安静待在一边还好 要想宣示主权跟野牧牛碰 必然会被发狠的野牧牛给杀掉 牧民一旦表现出干涉或者是被视为障碍 也会被攻击 这种强壮和野心 自然也会吸引很多母牧牛的放心 当地的牧民们说 遇见野牧牛群的时候还好 只要不进入它们的领地 它们不会主动攻击 但是遇到那些孤身一个的发狠七公牛 一定要小心 说到这里就有人好奇了 既然冲下山的野牧牛攻击性强 破坏性大 为什么牧民不大肆驱赶和打杀它们 而是任由攻牧牛被杀死 自己只会窝窝囊囊地躲藏呢 一来 野牧牛是国家保护动物 不允许私自伤害和和捕杀 牧民们遇到了它们不能使用 伤害性太大的工具猎杀它们 只进行简单的驱赶 面对野牧牛皮糙肉后基本没什么用 它们的性情暴躁 攻击性又强 一个不好驱赶不成很容易激怒 给自己带来危险 二来 野牧牛的基因更好 家养的牧牛经过长期的人工选育和杂交 虽然性格更加温顺 但是体格 肉质 耐寒性等方面都退化了不少 基因更好的野牧牛跟家养的母牧牛交配后 可以留下更加壮硕的混血牛犊子 这不但可以改善家牧牛的基因 也能使得最后产出的牛肉肉质更好 市价更高 并且 即便偶尔有一两头工牧牛被野牧牛杀死 只要拍照记录的话 上报之后官方也会给出一定的补偿 死去的工牧牛依旧可以卖肉 对牧民来说 遇到野牧牛之后 自己不但不会亏本能赚不少 所以 他们遇到野牧牛下山找母牧牛的时候 都不会主动驱赶 甚至有些牧民还会特意在野牧牛的繁殖剂 将自家养殖牧牛群赶到野牧牛出没的山下 主动吸引他们前来交配 当然有一点不太好的是野牧牛野心太大 一旦霸占了所有母牧牛成了牛群首领 就会想法子带着牛群往外跑 但家养牧牛跑到野外会影响野牧牛的血肚体度 它们携带的疾病也容易危害野牧牛的健康 所以牧民们必须时刻看紧它们 跑出去的也要费时费力全部抓回来 就会想法子带着牛群的血肚体度